这里是诗歌那些事儿 这个视频咱来说说描写方法中动静手法的特点和运用 动静结合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一个场景当中有动态的景物再结合一点静态的 不过这动与静之间可不仅仅是相互结合这么简单 其中还有衬托在起着作用 诗歌中常常会有用动来衬托静的诗句 比如王婷归的宜居东村座其中写道 鸟不住提天更静花多晚发地音篇 前一句就是典型的移动趁静 作者宜居的东村应该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所以作者能够清楚的听到鸟在不停的举音 诗句用听觉上的动态来衬托环境的幽静 所以移动趁静特点就是用动态的事物 衬托出环境的静记忧深 那说完了移动趁静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静如何来衬托动 唐代诗人李奇有一首情歌 其中写道 从题目来看 李奇写的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琴声歌声 而诗句中却写万物皆安静下来 周围的听众悄无声息 就连繁星在听琴的时候也悄悄的隐叙了 这就是利用周围的安静来颤夺出琴声的优美迷人 你看动与静相互都能有着衬托的作用 那么这种衬托也让诗句呈现的意境 更加的有韵味 立体感也越强 然而动与静之间可不仅仅是衬托 比如诗人喜欢将动态的景物 用静态的风式来写 也就是画动为静 在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当中 就写遥看瀑布挂前穿 李白这是将流动的水当作静止的布 瀑布像一条巨大的白链挂在山间 一个挂字就画动为静 显得生动形象 活灵活现 当然静态的事物啊 也是能用动态的方式来展现的 比如王安石提胡音先生避重 就有两山排榻送亲来一句 排榻就是开门的意思 可山本身是一个静静 王安石却写山打开了大门 为人间送来绿色 这一下子就把山给写活了 那从前面两个例子来看 动与静可以相互化用 最大的好处就是让画面更加生动 杜拉尔目一新 而当动与静相互结合 呈现出的画面会更加的和谐 比如杜甫的曼城一首 其中写道 沙头速路连全静 船尾跳鱼波拉鸣 前一句是写沙滩上欧鹿拳起身子 在安静的睡着 而后一句就写船尾跳出水面的鱼 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 杜甫这两句就是将静态的欧鹿 与动态的跳鱼巧妙结合 让画面充满了自然乐趣 了解完动静之间的那些事 下面咱来看一看高考是如何出题的 2015年高考语文四川卷 考了洛宾王那一首 夏日游山家同夏少甫 其中写道 反照下层层 外霞昭寻 蓝静熏幽碾 怀亭落岸金 古静风声彻 山空月色深 一浅繁龙泪 惟于松贵心 后面有道题 问的是请简要赏西 古静风声彻 山空月色深 分只是三分 你看前一句中有幽静的山谷 这就是静的环境 而风声彻就是动态的景物了 而后一句山空月色深 营造出来的氛围是幽静空旷的 所以你就可以判断前一句中是用动态的风声来衬托幽静的山谷 所以就是一动衬静的手法 那到这里 诗歌描写方法中动静的特点和运用我就讲完了 接下来咱还是来复习一下 动与静之间可以相互衬托 使得诗句充满了意境的美 而动与静也可以相互化用 这时候的诗句更加生动形象 都来让人耳目一新 当动静相互结合的时候 诗句呈现的画面会更加和谐 动静相应成趣 诗歌那些事 带你领略诗歌的世界 下个视频 咱接着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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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